有的解说504出品 一声人静 我竟然把声音放得轻一点 解说的声音放得轻一点 免得影响我家人的一个休息 为什么这么晚还要播 因为主要是听到消息说 是马上就要更新的一个1.30 一旦这个更新1.30之后的话 我这些录像全都会报废 所以说没办法 只能是趁着这个间隙 还没有更新 所以说马上把这个录像给做掉 好吧 这篇的话也是蛮有意思的一篇 红色的暗精灵是我们的月魔梦 然后他的对手的话是蓝色的浪漫 已经成绩非常非常久的中国人族浪漫 很久没看到出来了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波 Totterrock上的一个人精大战好吧 这一场的话时间也是非常久 我看了一下录像大小非常大 所以说时间应该是不短的 恶魔类手对抗我们这边的应该是大法师 大大法师 Totterrock上的地图的话我觉得是 只要不是灵位 人族打精灵是非常劣势的 灵位的话是巨大的优势 然后只要不是灵位 只要不是灵位 木人的话也是比较担心 之前的话也是被弹总赌赢了灵位 然后在种族大战中的时候被弹总干掉之后 也是蛮可惜的 看一下这盘浪漫怎么打 浪漫的话也是致力于魔兽教学是吧 经常会出书 然后出点魔兽教学的东西 这个农民没有动 这个操作点失误 应该是等了一段 没有失误 是等了一下 然后造下我们这边的一个民房 三民房 喜欢魔兽争霸 喜欢摸摸的朋友的话 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武林四出品 更多的录像就在这里 这里的话都是独家的 第二家没有 第二家没有 好吧 有自己的方法拿到我们的录像 别人的话都是以比赛为主 以比赛为主 像这种练习的话其实是只有武林四有 所以说喜欢的朋友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大法师配合民兵 过来是搞一下门口的411 然后弗特曼的话也是找到了我们精灵的出生点位 我不是这个嗓子 我这个嗓音的话是因为有点问题 才是这个嗓音的 等恢复的话还会变 还会变的 所以说不喜欢嗓音的话 先忍一下忍一下 好吧 木音的话这边 小精灵也是找到了人族的出生点位 双方的话 前期就开始搞事情 这个佛特曼就很烦 大法师也是静止的往精灵家里跑 静止的往精灵家里跑 精灵这边的话 只有一个弓箭手在锁在家里面 大法师也追过来很讨厌 恶魔内手的话只能回防 家里靠弓箭手是肯定守不住的 然后这口井的话受到非常多的跟 啊 好麻烦 这口井的话受到非常多的进攻 啊 这个不好意思跳了一下 大家不要管他 不影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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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就一瞬间 然后很多的弓箭手 两个弓箭手是根本守不了的 好吧 大法师很注意自己的走位 有个隐身斗篷 这个弓箭手 哎呦非常机智的弓箭手 把这个口子给堵住 但是 因为家里面 啊 建筑学还没摆好 哎哎哎 这个步兵的话 啊 被弓箭手一箭戳死 这样子的话通过一个步兵 看看尸体吧 啊 只杀到一个 只杀到一个步兵 然后弓箭手没有倒 消耗掉井水 摸摸雷手这边是往商店跑去 啊 应该还杀到一个水元素吧 应该是吧 应该有 应该有 是自爆到的水元素 对吧 没看清 常规落 常规落 日常好吧 504作为一个解说的这么久的话 也是有 会有日常 交代在这里 这个 抢一个一级龟 我们的手机应该可以到两级 抢一个一级龟 哎 不只是一级龟 是要抢这个霍特曼 哎呦 抢掉一个四级龟 这个 再次倒一个步兵 这样子的话 我们浪漫前期 学亏啊 通过隐身斗篷想隐身一手 这个宝物的话好像是 A掉了 宝物没有啊 没看到宝物啊 难道霍特曼这边学了背包 没有啊 哎 宝物不见了 大法师隐身斗篷 应该是之前就拿的吧 这边宝物没有了 恶魔力手身上的话 加三也是之前拿的 呃 是卖掉了 应该是 哎 是不是之前的加三卖掉之后 换了鞋子 然后捡了加三呀 没注意 好吧 没注意到 大法师只能回程 一抄 哎呦 三十七 三十八的 HP的大法师 人族家里面的话 转火枪 群敲出来一个 这个应该是 多多农民敲出来的 大法师还是回程了 多农民敲出来的一个 呃 铁匠铺 但是 回程回到家里 也是没有一个 商店和圣地的 圣地还没有造 所以说大法师的回复 很成问题 只能买个链金 通过链金 上来急速 哪一口 哪一口 人口的多 人口这边的话 因为是买了二英雄 所以说人 人族是有一定的优势 精灵一直看着 对方的走向 再一直转一个sky流 啊 不算sky流 是万金友 万金友 不是sky流 但是这个恶魔力手 等级很高 而且这张地图的话 对人族来说 比较难的就是开矿难的问题 开矿难的话 所以逼的人族 只能去无限去搞事情 大法师可以杀这个农民 诶诶诶诶诶 诶诶 诶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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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都有失误 一方面的话 是我们这边大法师 是放弃了点这个农民 而结果这个农民的话 也是紧张的去自爆了 所以说双方是都有失误的 而魔力手这边打得很凶 直接是奔向自己的风框位置 就要处理一下风框 二方英雄 我们来看一下是谁 也是炼金 也选了炼金 尼菲尔 配上我们这边的地狱守护者 啊 地狱守护者 剪防一给之后 先处理掉我们这边最强的一个怪 加三的话是要给炼金 利亚加三 一人面罩也是要给炼金 我们每次都不需要这些装备 看这边掉什么宝 啊 还没输 看没还没掉什么输 啊 这里输 这边看会掉什么宝 斩臂护服 好吧 那不做评价 这种宝 宝贝的话都不用做评价 指使书 呃 现在是人族45人口 一个十人人口的优势 看看会不会强冲一波 用个万金油强冲一波 他并没有使用sky流 并没有去rush 练完这个点位的话要回去 要么再重新变一波农民 再冲一波也是有可能的 只有一个胜地 所以说人族现在经济的话是比较崩的 卖掉我们之前打到的垃圾宝物 月魔木耳这边的话要糟纵 哎呦木耳这边要糟纵呀 这一波可能守不住啊 这波真守不住啊 有十人口的叉 然后自己在外面练集 加三了一个护腕 加三护甲 这个要回城了 要回城 这波打回去的话 首先这个战争古术是要包掉 然后 家里面补皮屁 来不及了 这个这个防御塔来不及呀 明兵拉的有点晚 如果明兵稍微早一点的话 我估计这波梦就遭重了 回来只有弓箭手一次排开 六个弓箭手要对抗 我们这边四个火枪两个步兵 然后一套男女巫 对吧 这个真的是有点为难我们这边弓箭手了 这个英雄上面的话也扛不住啊 还好带了一个群补回来 带了个群补回来 民兵姗姗来迟 这个民兵来晚了 如果再来早一点的话 我估计梦之盘的话就直接退了 但是现在已经被梦守住正脚 这一颗战争古术啊 这个远古守护者应该能起来 一个防御塔应该能起来 开始出小路 这波Rush过来的话 我估计 双方都要交出比较大的代价 因为你看到时间条嘛 时间条的话说明 没有Rush下来 但是我觉得这个兵力对比的话 人组是有绝对的优势 农民的位置很糟糕 没有选择Rush 农民竟然拉了过来之后又回去了 绝对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空间 啊 农民拉过来就直接回去了 这个梦的打的话 嗯 防守非常稳健 应该说梦的防守非常稳健 这边还有个防御塔 对吧 换了一个角度继续过来打过来 因为 这边的话 人族暴人口是暴得比较早的 55人口到打人 这边的38 所以说兵力看上去是占绝对的优势 老佳米不断的生产蓝屋和小炮 一个疯狂的话也是被残血的Photman给发现了 这样子的话前线一点扛不住 白天了白天了 一点扛不住 大法师关键没有到三 关键的大法师是没有到三的 所以这个点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利用的 这波往里面打这个防御塔的位置非常好 啊 有点扛不住 这个但是这个生命树的话是被Photman发现之后啊 梦的扩张的话是失败的 啊 梦的这个扩张的话是失败的 啊 我觉得网易真的很坏 他他就是不像其他的游戏 就比如说 呃 今天有会有个更新啊 会说有个公告出来 就说我这个 呃 我要我要有更新了 对吧 就比如说几点到几点 会预告一下 他这个魔兽真棒的话完全没有 就叭唧一下就这样子出来了 叭唧一下就是那个更新了 所以说这个真的是防不胜防 好吧 这完全不能展录像 啊之前的话有几篇很好的录像 因为有展了一展 然后他版本一换我就看不了了 好吧 回到回到比赛 一直在用我们的链金卡的对方的链金 我们的拿破仑倒了 呃 用应该是死了两个小鹿吧 我听到小鹿蝉死的声音 然后现在火枪手数量特别多 大瓦斯这边是只有一个光感司令 没有链金 而且没有任何道具 孟竟然不守疯狂 通过这个疯狂的话 要你打很久 他直接是选择去链了一个大红点 哇 这盘浪漫的话要被要遭重呀 啊 这盘浪漫的话好像要遭重了 孟的话根本就不把浪漫放眼里 感觉的话是一直在 呃 并不是说打的非常的 保守 孟的话就开始飘起来了 这盘浪已经可以明显感觉到孟开始飘起来了 对吧 有这个感觉吧 一个DK的光环 这个梅子姿 哎呦 死个兵 把这个怪处理掉就可以了 那马上可以补给了 啊 补一口 来一口 然后人足的话 端掉这边的疯狂之后 也没有说是继续拉名兵出来 而是选择了 练掉了大龟 我们的手已经4级了 大法师可以在这边到3级 拿一个无敌 选择过去探眼 连练金都已经3了 对吧 这一把的话 孟的话已经开始飘了 60人口打37 孟的话压根就一点都没有造兵 63人口打37 这波Rush过来孟也扛不住啊 这扛得住吗 这也扛不住啊 而且恶魔那手雪特别低 哎呦 糟重了 这波过来怎么扛 老家里面就靠战争古术 补了两颗战争古术 然后非常多的男女巫部队在 精灵基地 孟没有回防 而且他是没有回程的 压根就没打算回防 这边水元素也是摧毁了孟的一个扩张计划 哎呦 这个飘苏里啊 一点都没有兵 42人口打62人口 前线的话 一个厄魔雷手顶着所有民兵的输出 一个隐身 炼金竟然没有学的是加雪 然后外围的弓箭手 慢慢杀我们的农民 这个毒也是很很难受啊 人族的经济被摧毁了 然后前线的精灵的建筑也是一个个被拔掉 双方打成了一个互拆 39人口打55 再杀农民 农民是 死完了 只剩最后一个毒苗 剩个毒苗 小鹿去补刀 这样子的话 人族农民竟然死完了 我去 反观是精灵这边的话 因为外围的树一直扛了很久 但是正面还是打不过 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 继续放下一个生命树 我去 我们打的好飘逸啊 我们打的好飘逸啊 单传回我们的恶魔猎手 保送回来我们欧魔猎手 欧魔猎手是回来 抽了一口 隐身在家里面 继续赶 哎 这个回来干啥 我不知道欧魔猎手会干嘛 万一这边欧魔猎手送掉的话 是真没有办法复活的呀 前线的话就是扛我们这边个二本基地 去修还要修 哦 木猎这边好跳 炼金选择的回城 回城 回城的话这边也选择的回城 哇 这个一个互拆的话 木猎的话用自己的一个非常老道的经验 就用三十多人口硬生生赶走了六十多人口的一个浪漫的大军 然后方向相反的浪漫所有的民兵全部被杀屠杀完屠杀殆尽 导致现在浪漫是断粮的 但是木猎这边数量的话真的很少军队数量很少 这边的风框的话是重新建起来 这边没有老家里面是再继续补战争古术 这一个震荡波打的木猎很伤 但是木猎还要抢这个奇迹怪的宝物 升级保存回厄魔的手 捡的宝物也非常好 是个勇气勋装 但是炼金怎么说 缓速已经管上了 这个炼金要交代在这里 炼金要死了 漂亮 浪漫的话是这个通过这个抓过来之后 打死我们这边四级的炼金 木猎几乎所有的部队全要在这里 全在这里 二十七人口 木猎只有二十七人口了 这怎么玩 这波如果是 就直接Rush了呀 因为人族家里面的话也是被洗劫一空的 所以说这一波 木猎所有部队全部交掉 啊 所有部队全死在这了 我去买单船 木猎现在很慌 很慌张 月魔现在真的很慌 恶魔雷手往前走 买了个单船 就防止这个被缓速之类的 但是其实有炼金的存在的话 我们这边 呃 厄魔雷手也不能跳多久 扁明兵 打厄魔雷手 厄魔雷手是被捡了防的 要单船了 马上要走 他其实扛不了多久 这个厄魔雷手不强 不强 单船走人 然后通过这个操作的话 其实给我们的炼金 拖了很长时间的复活时间 这边疯狂也好了 所以说 问这个 呃 主要是还是抓住了这张地图 是没有飞艇等一个 呃 实验室可以利用的 所以说人族部队 显得非常笨重 人族部队显得非常笨重 厄魔雷手通过自己的单船 和一个保存的一个操作 啊 进行 拖时间 至少把炼金给拖出来 不管怎么样 把炼金给拖出来 老家里面吃两颗战争古术也好了 这边的事已经开始运错 这样子目的是双框打单框 而且这个单框的话是 啊 把所有的兵 啊 没有把所有兵 把一半的兵力是留守在家里面 防止你过来搞我 但是主要输出的话是靠两个火枪 其实两个火枪手并不能阻止我们这边欧魔雷手 特别带着小路 就是防止你女猎手去缓速我 浪漫被打得很烦 但是主要输出的话是靠两个火枪 空有兵又被恶魔雷手牵扯回去了 恶魔雷手是有单船的 就是无限跟你玩 然后我们这边的双框加招念经营是复活 木人的话也开始秀了 开始添秀了 这个的话 我觉得浪漫真的是非常恨 人族的机动性 真的是低得很恐怖 火枪手这个兵种的话的确是很强 但是它的一个机动性是弱得一塌糊涂的 只能打正面的一个兵种 要走了走了 灰尘吗 是把这小路送掉 恶魔雷手单船走还是灰尘 我们看一下 木人这关要浪死恶魔雷手了 只能选择回城 但是最后的话小路也是死在家里面 这样子一个交换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人口的话是到了一个三四六对五十四 然后一直在出小路 但是暗夜精灵这边的一个非常危险的局势 已经慢慢被消耗掉了 单船再过来找我们的炼金 哎呦这个浪漫真的是 他在绕口上也能乱矿吗 他对我口上也开始乱矿了 这边一个矿这边一个矿对吧 然后往里面走 炼金也是加入部队 但是这个时候是没有灰尘 啊有灰尘 又买了一本灰尘 刚想说没有灰尘 没有灰尘的话 他是不敢这么打的 这个疯狂的话是被我们浪漫发现了 但是人族的主矿已经被又被洗劫一空 通过一个风矿 已经采回本 应该已经采回本的风矿 然后把人族主矿给端掉的话 这个是人族血亏的 人族血亏 哎呦人族这个种族怎么这么笨重啊 真的是非常笨重的一个种族 一点都没有机动性 被精灵刺各种杂耍 炼金回去买了个灰尘 但是我们前线还是要杀 如果大瓦斯到六级的话 那就是墨尼秀不起来了 对吧 灰尘回来了 有灰尘来了 这样子的话要先保存回我们的 没血的炼金 大瓦斯到五级 但是欧魔内守一个人在里面 所有民兵又全捐掉了 好吧 又没兵了 我们看一下浪漫的经济 浪漫这边的话就22块钱 弄力也造不起 我这打得太可怜了 啊 这边还是个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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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那手 是等的 这个是 好了对吧 单传的CD已经好了 他稍微等了一下 我去 这边上面的矿被断掉 但是我们这边的矿也要起来了 我们这个打得非常的坏 跑小路 也不是跑小路 跑英雄战术 真是气啊 真是气 浪漫的话真的气死了 我觉得通过这场比赛 打完之后 中国这边又要少一个人组选手了 啊 职业圈又少了一个人组选手 好吧 我觉得 现在最终能体会这个感觉的是透的 啊 透的非常能体会 那个浪漫现在这个心情 这个手上有冰 我没有叽叽的理由 但是 这个已经是被 明显的已经被养猪了 好吧 如果也是非常坏 他觉得能养的猪 我就 我就不杀啊 你是一只能养的猪 我就不杀你 三个小路 驱散掉我们这边的大水人 然后想去看一下我们人组有没有疯狂 这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人组一直没有疯狂 家里面没有塔 所以说被精灵跑得很烦 但是放下 其实我们这边已经一个马上要双五了 看一下 啊 我们这边的欧魔内守是到五级 然后练经的话四级 看不到纪念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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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一波 只要带回神出来就行了 拿的宝物很费 练经的话是四级半 看还有没有一本纪念书 啊没有是一本小红小红书 保存回我们的欧魔内守 然后单传练经 哎呦 人组这个单位的话是真的太笨重了 火箱的话只能打一个整体 虽然说整体的时候就非常强 小路各个地方都会有去驱散 我们这边是只造了一口井而已 上面又是放下了生命树 这边的生命树已经是可以开始运作 哇去 这个打的浪漫真的想 真的想打人了 不过浪漫那个身材的话 我估计跟无论真人格斗也不一定能赢啊 看一下炼金拿了一个无敌 拿一个回城 小火箱一直排开的输出 双群补 再来我们再去找这个人族家里面的麻烦 没法守 这个法师部队的话 针对这些农民啊是没有办法守 大法师也表示很无奈 又来了 精灵又来了 这个游戏怎么玩 你告诉我怎么玩 再一抽 150的蓝直接消耗掉 大法师这边只有一把粉 这边水元素 再次探到了我们的疯狂 这个探到疯狂 我把你说不是好事 这个很像士气的 讲哇去 这家伙怎么又在这边开个疯狂 然后跑到这边一看 哇去这怎么怎么还 这边怎么也有个疯狂 这很像士气 并不是好事 浪漫的话被各种牵扯 双方都是压在50人口 最最惨的就是那个60多人口打孟 3030人口的时候 那一波竟然被孟拖过来了 所以说现在整体的一个人族的话 完全就被精灵牵着鼻子走 很难打 很烦 关键是很烦 这两个英雄的话 单纯保存玩的贼6啊 好这个疯狂的话你能拆就拆 我也不管那么多 上面的疯狂也开始运作 这里的基地马上就要造好 在talk the rock上面竟然一个 乱框啊 真的是没想到 浪漫真惨 他好久好久没有跟moon打了吧 竟然是 竟然碰到这种事情 船送权杖 啊单船而已 只是个单船而已 练经也到5级 练经也到5级 而且这边有一个 鞋子加上死亡骑士的光环 所以说这个疑狂的话很高 好这个短矿重新被端掉 再次被端掉一个精灵的疯狂 没关系 这里又造下去了 好吧这里 这里 这里 还这里 我去 我这个多点开花呀 想用人手房堵住这口子 不要moon进去 但是这个 真的不能玩了 我觉得这些猪真的不能玩了 单船保存 我去 哎呀真的是能养的猪 我绝对不杀 这就是moon好吧 钱也很多 一千多块钱 这边水元素也没 人猪是没有一个开矿的计划吗 真的是被牵的鼻子走啊 哈哈 满地图都是moon的矿 这把木应该玩得很爽 他已经很久没有在tm上可以乱框乱出来了 没想到在todd rock上面竟然乱框乱出来 他应该玩得很爽 对吧 感受一下他 已经失去很久的一个乱框的感觉了 对吧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道理的一个事情 打了很久了 浪漫这边也是扛了很久 大法师是被一个 剪了房之后 群点 然后南无害得帮他加 然后第一个无敌吧 应该第一个无敌给大法师 厄魔猎手和炼金都没有血了 但是还有个群补吃掉 大法师无敌也顶掉了 但是这个无敌顶得掉之后的话怎么办 厄魔猎手一抽就死 前面其实我觉得厄魔猎手是有机会杀大法师的 他没有去杀 果然是能养的猪 我绝对不杀 对吧 这个是 你看 对吧 这个死了 大法师还是死了 这个毒的话基本上没戏了 还是死了 好吧 目标是他累了 炼金的位置不是很好 炼金会不会死掉 这个 因为变身时候的炼金的话 还是要死掉 这个女巫的缓速管在这 哎 5级炼金就要掉掉 好吧 一个大法师换掉一个炼金 那可以有 那 浪漫也打出气势来了 这个炼金的话 嗯 能打出气势 一方是变身的炼金 一方是血奶的炼金 好吧 小火箱 震地战真的是挺强的 震地战 莫恩的话也是脑子一热 想跟人组打正地战 结果发现没打过 我去 那就只能继续恶心了 啊 清理肯定想 我去这都没打过 那我就继续恶心你吧 这边的矿 然后这边的矿 还有这边的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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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奇矿 123455 矿打一矿 我去 你们感性吗 所以说我觉得 梦作为一个非常有灵性的选手的话 他打出来的比赛 比确是比较与众不同的 我敢相信没有第二个精灵能打出这样子的比赛 好吧 非常有灵性 浪漫的话 他其实虽然说是有一段时间 离开了公众人的一个视野 但是他作为中国第三人族的话 实力是物须置疑的 既然会打成这样的话是比较惨的 不过我觉得吧 梦在比赛中 他其实也 就算打天气零零和英斐 他也会这么干 你不信吧 如果一旦能打出这样的局的话 但是天气零零和英斐 他们对人族的理解就是 塔塔塔塔塔塔 所以说 嗯 比较能 打出这种局面的 只有不造塔的 浪漫了 对吧 上面的疯狂还是要被人族端掉 大法师表示 你就让我活吧 好不好 你就让我出来吧 应该是能出来的 因为这个输出并不是很高 但是大法师出来之后的话 他要怎么搞 如果是在这个位置出来 往前一跑的话就尬了 必须要在里面出来 然后往里面怂 啊 梦在这边来晚了 并没有能够阻止大法师的复活 我将手一直排开 把我们这边呢 在这边呢 再次打掉疯狂 但是这个大法师怎么跑嘛 跑无可跑啊 民兵拉起来 但是这两个英雄打大法师 基本上是爽翻天 对吧 围城回来救一手 大法师千万不能死 炼金没有奶 炼金没有奶去救 又是一个保存家单船 秀的飞起 还好 大法师没死 然后上面的矿也是端掉了 如果没有那么多矿的话 梦这波是亏成马了 但是这这一波对梦来说小意思 小开始 好吧 根本没有赶脚 我是真不知道那个 网易放车的消息说是 在周四的这一天会更新 那个1.30是真的假的 所以说 像这个这片录像 我也不舍得不做 对吧 啊 现在就很晚了 我好累 这波是不是该充个电 对吧 对吧 讨一波电 讨一波电 讨一波关注 讨一波电 讨一波硬币 好吧 再次是人族也是按捺不住自己一个愤怒的心情 啊 作为家猪的话 也要拱出来 成为野猪 直接是冲向了精灵的土地 精灵现在是终于三本好了 开始生产熊 大师机的熊者也升好了 然后 这个部队正规打的话是完全不是对手的 精灵是打不过人族的 你看这个炼金 应该是一级加血吧 这个就是扯淡了 木耐扯淡了 完全打不过 隐身女巫 浪漫的操作非常棒 然后小通过小火箱的群点啊 所以说这个炼金也不能晋升 就这个恶魔类手是比较强 啊 这个恶魔类手有点强 啊 家里面的无限斩熊了呀 把这无限斩熊了 所以说是 虽然说是人族一点点的机会都没有了 但是这个浪漫还是打出自己的气势 炼金回程 啊 非常漂亮的一个操作 这边疯狂的话 我记得浪漫是没有办法看到的 这个疯狂的话 浪漫估计也不知道 我们看一下浪漫的视角吧 好吧 好吧 这边只知道这一个疯狂 这个疯狂不知道 这边疯狂也不知道 这个疯狂也不知道 啊 这边没疯狂 这边没了 被拆掉 好吧 浪漫打得很窝火 肯定很窝火 哎 这个 我觉得 最能体会他的心情呢 只有tod吧 只有tod 现在浪漫这边只有三个 啊 四个农民在采 只有四个农民在采金黄 哎 买出了一个tinker 没卡 没卡 没卡表示 我是来 我是来品尝胜利的美酒的 好吧 文的话已经开始包人口了 77 他钱太多了 3000多块钱 3000多 他又憋了一把圣剑的钱 好吧 他钱太多了 然后 熊和我们的没卡练及 前线还是靠几个路 和恶魔猎手去骚扰 隐身的 拿破仑 58人可我打80 啊 文这边的话压根不准备上了 这些不准备上了 够了 前线这些东西跟你玩了 哼 怎么玩吗这个游戏 我觉得这个游戏真的很难玩啊 啊 这个游戏这个怎么玩 人族一直没有开出自己的疯狂 然后其实他也没准备开 浪漫打的肯定很窝火 大法师召唤出水元素 但是不到六级的大法师的话 完全没有办法和孟打 还是要拿这些小部队 要去跟人族打 然后大部分的熊和我们的没卡练及 哎呦我去 这个 但是浪漫的操作说实话真的很棒 都是非常极限的操作 你看这波的话反反复复拉扯 打不过 这是打不过的 这些熊如果浪漫看到这些熊的话 直接可以去记了 就不用打了 啊 这些熊 一抽 哎终于杀到一个单位了 再杀一个单位 即使可以保存回油没内手 再单传过来 喝完水单传过来 这个完全进入一个暗夜精灵的局 对吧 就用四个路两个英雄来打你死你人类 这个水元素过来一看怎么又一个疯狂我去摸你到底开了多少三十分钟了 这个时候我觉得浪漫的话心态已经崩掉了 啊没有没有打头一点一点点希望都看不到的局 对吧你看这么多熊我们的没卡的话也是 那是三三来迟 露个脸吧 对吧 告诉他一下 告诉他老板 我们这边还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露个脸 哎来了来了 露个脸 然后熊也过来直接退吧 看到熊熊的大军应该直接退来了 好多熊啊 其实我觉得这个梦 三发一个黑暗游侠都不过对吧 这么多熊怎么玩这个游戏 炼金的尿一波 七十一人口打五十二人口 一波打穿 好吧 这样子就一波打穿了 浪漫这边的话还在拼命的操作 哎没办法 那个空间了 大马斯是被打到空血 一个导弹 我们听起来学的是导弹 啊先是抗不住 是拿破仑先抗不住 六级三级三级 啊六级六级两个六级一个三级 对吧 嗯 激进恭喜梦